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 取出长80厘米的那根线 找到线的中间位置 对折起来 然后我们这里留上一小节 打一个舌节 舌节打好之后呢 把这根线固定起来 再取出六根长70厘米的线 每一根的都是找到它的中间位置 它的中间位置是这里 然后我们朝右一小点 在固定好的这个线上 打斜圈节把它挂上去 斜圈节大家注意看手法 是两根线上都挂上去 那我们把右边这根线的斜圈节 好了这样就挂好了 挂好之后呢把它推到最底端 开始挂第二根 每一根的挂法都是一样 就是把六根全部挂上去就可以 这是我六根线都挂好的样子 挂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线 竖下来呢有两根 然后横着的呢 左边和右边分别是六根 然后呢取 我先用一根针把它骨抵一下 这里骨抵一下 然后我们取右边最开始的这一根 就是横着的这一根嘛 其他的横着的呢 这一根围着其他横着的围绕线来打斜圈节 斜圈节打法一样 大家看手打 这是半个斜圈节 这是一个 把它打第二根线 打第三根线 好现在呢 竖下来的线就三根了 这边横着的只有五根了 我们还是用最开始的那一根做轴 其他的做绕线打斜圈节 动作方式一样一直打到 右边只剩一根横着的线就可以 然后我们开始打左边 也是一样的做法 留的线也是一样的 我把这里固定一下 这根围轴 这五根围绕线 这是我两边都打好的样子 左右两边都只剩一根横着的线 剩下的全部是竖着的 然后我们开始打横向细圈节 我再把这里固定一下 好用右边这一颗横着的线 这样拉过来 这一些所有的线呢 就是它围着 其他的都围绕线 还是打斜圈节 如果我们现在要打横着的 这个呢是我们叫竖着的斜圈节 打法也是一样的 我再把这里围绕线 这一根线 我们也打上去 好了一排横向细圈节打完 然后我们取左边的第一根线 竖着的第一根啊 这根呢就不管它了 然后这样拉过来 开始继续打斜圈节 横向的 方法也是一样 好了第二排 横着的斜圈节也打完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 右边也有个一根横着的线 左边一根右边一根 然后我们横着的线呢 就不用管它了 再用竖着的第一根线 拉过来围绕 其他的围绕线 继续打斜圈节 动作步骤和刚才的一样 然后你就记得 总是用竖着 开头的一根围绕 其他的围绕线 其他竖着的围绕线 打斜圈节就行 一直打 打到最后只剩四根竖线 好了 我打了竖着的线 只剩四根了 看这里 只剩四根之后呢 我要先把这里固定下 我们取出准备好的就是 这里不是有 有那个五根30厘米的线 我们再把它挂上去 挂在这四根上竖着的 然后挂法呢 还是一样的 多过来一点 因为它是有四根的细圈节要打 在这四根上竖着的线 挂好之后呢 还是把它推上去 再挂第二根 底下这个线啊 这边的剩的比较多 我们这里留的时候 就可以接近一下 这里长菜一点 就可以了 继续打斜圈节挂上去 五根都挂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找出刚才挂上去的 这五根线 它们都横在两边 然后重复这个地方的步骤 去最开始的那一根 回轴 其他这四根围绕线 打斜圈节 我这里把它固定一下 也是一样 打到横着的线 只剩一根 左右两边都打 都是一样的方法 右边只剩一根横着的线 我们开始做左边 一样的方法 好了 两边都只剩一根横着的线之后 我们找到这里的最中间的两根线 中间两根线分开 然后 左边这一根呢 这样过来 横过来 就是打一排横着的鞋卷尖 这一根线也打上去 右边也一样 这根过来 其他的 做成其他的 做绕线 打斜圈节 打斜圈节 好的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这就是一个 那个虾的身体 取下来之后 我们把 这里的线全部剪去 然后用打火机 处理一下 接下来之后 再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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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